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老人福利政策 近来更是推动要活就要动的老人动健康 在长辈共餐聚会时 由专人带领老人家做健康操 而在万里区由区长带领之下 课长课员全都一起带着长辈挑健康操 趁着各里社区的共餐时段 带着长辈们做操 而今天是家头社区一周一次的共餐聚会 万里区公所与新北市快乐姐妹花关怀协会 也来到活动中心跟老人家一起动健康 大家一起来试试这个动健康活动 我们都知道老人家越不走出来 越容易身体健康萎缩 尤其是我们朱市长特别注意到 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失能的移民 有八年多在整个身体健康是不行的 因为我以前在办热临中心的时候 很多老人家本来身体都不行的 可是他们出来参与这个活动 能够出来带动跳动的体操 我们卫生纸又准备这样子社区的这样子的健康操 那动作很简单 刚刚就是八四 我们让手脚身体能够要动起来 越动越健康 万里区长表示市长推动老人动健康 希望借此达到长辈在地健康乐活的目的 而公所更是要关注的理念 从本身做起才能影响更多的老人家 而今天非常有意义的市市家头社区长辈第一次跳健康操 未来也将会持续来进行 儿女全部都外出了 所以我想他们这种生活是比较单调 容易生病 所以我就把它带出来 希望他们出来有一个窗口 每个星期四有一个窗口 跟他们讲说他们有什么事情 快乐的事情也可以大家分享 那不高兴的事情也可以分享 对此在地经营许久的新北市快乐姐妹花关怀协会表示 能够趁着一周一次共产带着音发主长辈 不只是联系彼此的情感促进长着心理卫生的健康 更可以从活动中学习到健康的知识 让老人家更乐于走出户外 健康乐活 在地安养 记者廖平衡万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讼izard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il目 可乘